继续来看到台北东区百货版图又要大洗牌了吗 我们要带您来开想一下主打顶级课程 全新的星光三月钻石塔 内部业绩据说挑战营收25亿元 现在迎战东区的老牌SOGO 所以SOGO现在纷纷重新装潢严阵引带 而年底还有大巨蛋的SOGO City 火腿切割秀现场演出一大块黑色和牛任君挑选 摄像葡萄哈密瓜从日本直送 特别把超市从地下室拉到四楼 要展现顶级食材 甚至连二星餐厅前主厨也特别进驻开新餐厅 从装潢到菜色重新规划 打开来香气扑鼻米其银推荐的鰻鱼饭 为了转进百货公司社会还舍弃街边店面 邻居左右都是高级的店 我们都互相扶持 所以知名度也会打得更亮 来逛百货公司最怕的就是逛太久 脚很酸 这一间它每一层楼都有一间咖啡厅 可以让你坐下来歇歇腿 魁威十年星光三月开新百货公司 虽然说是旗下最小的一间 4500瓶可是绷紧神经 从一开始传出9月16号 又改成9月28号 最后何时开幕还是没松口 请各位敬请期待 因为餐厅基本上它不是所谓的开幕 它是针对它的VIP 在做一些相关市营运的一个活动 这也让隔壁和对面的邻居赶紧动了起来 搜狗砸千万重新装潢中校店三楼和四楼 复兴店精品归位前的户外广场休憩区也大改造 分分期待人潮来临 尤其元大金控用82亿元在临近的复兴仁爱区域 兴建银行总部 估计2025年完工将有15000名员工进驻 其实整个东区都出现大变化 除了原有的名要百货 中校和复兴搜狗 即将开幕的星光三月钻石塔 还将由Sogo City来分食 波大巨蛋估计要等到10月中取得执照 百货部分最快也要到年底才会分区营运 百货公司陆续登场 台北东区能不能再先旋风 拭目以待 东森财经新闻陈一轩留音在台湖岛 看盘不断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